我们在音乐中坚守光明 时间会告诉你一切答案 而生活的经历让你领悟 只有历经坎坷才知道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考虑回聊的小柚子 又到了小柚子给大家 带来美好音乐的时刻 说到云飞 大家一定不会陌生了 所以星光大道出道的选秀歌手 自然是一名实地长将 出道时就以城后雄壮的嗓音 收获了一大波的歌迷 他的歌声就像是有种魔力 像是在草原传来的歌声 渊源而流长像是一条小溪 虽是缓缓吸水 却又连绵不绝 不过云飞也是备受争议 在出道后也是离开了发妻 和同星光大道歌手郭京童在一起 但喜欢他的歌迷也是毅然致吃 这次云飞和郭京童 合唱一首《好想好想》 两个人对唱琴歌也是甜意的观众 差不多说一起来欣赏一下吧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 和你一起 属天上的星星 收集春天的细雨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 听你诉说古老的故事 细数你眼中的情谊 好想好想 好想好想 说到两个人的经典歌曲 就不得提这首《花好月圆夜》 两个人你浓我浓 你来我往 甚至堪称神仙旋旅 话多说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就在这《花好月圆夜》 两心相爱心相约 在这《花好月圆夜》 有情人而成双对 我说你呀你 这世上还有谁 能与你鸳鸯西水 比一双双飞 听完大家感觉是不是非常般配 欢迎评论留言 说说你心目中的神仙眷驴 本期的预言分享就要这里了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